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将它替换成你是吧 然后并将体力上限调整为本局游戏中移去眉影标记的数量 至多为游戏人数 这个技能我一开始理解错误 我一开始理解是浮汗发动的时候 你移去多少眉影标记 你就是多少的体力上限 后来才发现是你本局游戏中移去眉影标记的数量 相当换句话说 你前面那个方魂那个技能 你移去眉影标记发动龙胆 那也算啊 也算这是那个面纱可能比较困难 是吧 但是online上会给你记住的是吧 这样的话 你很容易就可以展到 那个很多的眉影标记 它都不用展 你用了 它也可以计算在里面 然后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拥有高上限的一个一个蜀国武将 是吧 我们看看这局发挥怎么样 这里就咱有一个神器诸葛连鲁啊 有了他 我们要造成这个方魂获得那个眉影就有希望了 好 我们这里对着八号位左辞打 因为二号位孙鲁班 他的技能是防蓝性的 是吧 不防女性 所以我们比较相信他 没有突他 还突左辞 好 我们突了两杀中了之后 第三次是用闪啊 这时候我们移了一个眉影标记 然后发动龙胆摸张牌 然后因为杀又杀中了 又造成了一次伤害 然后现在我们头上挂了两个眉影标记 是吧 但是我们已经移去了一个眉影标记 如果我们下回合发动这个浮汗的话 我们是可以变成三上限的一个武将的 是吧 因为发动浮汗 这两个眉影标记会扔出去 然后之前我们打左辞的时候 已经移去了龙影标记 发动了一次龙胆 好 张辽没有兔们 当然兔的比较诡异 也没有兔这个顺努班 原来是想火攻我们 那现在是个反贼 然后把我们捆绑play啊 可惜我们没有卖血技能 卖了四血 这个眉影标记也不增加 还是一个悲剧 好 香香跟左辞睡 然后猜我们 哎 香香是忠诚 为了回血的无节操的睡左辞 不过这也说得过去 左辞就没有告诉你 左辞就一定是反 但是寻遇是中 我们就爽了 刚刚被打的这个没有牌了 寻遇随便一血就补了五牌 这神中就是不用说 尤其我们有连弩存在的情况下 你能补牌 那解释是爽的没边了啊 只要我们不死啊 待会还可以凸 是吧 好 你看看这个流鞋 跳了一个反 这个寻优跟这个左辞 肯定就是对立身份了啊 看他放不放OE 他放了OE了 十有八角是忠诚了 因为我们穿了腾甲 看看这个 这个孙子班赶紧来救左辞 然后又靠脱衣服啊 靠脱衣服防伤害 好了 现在场上身份都出来了 看看左辞有没有什么变态的化身 来了 真机连高两个九啊 你只要没有火杀就行啊 顺了我们一个决斗 好 我们这时候又发动了一次 这个方魂 是吧 这个把那个伞当杀啊 这个在决斗中使用 又摸了一张五股风灯啊 可惜这个五股风灯并不是什么好牌啊 如果摸张好牌就行了 好 这时候我们要不要浮汗啊 如果我们浮汗的话 是只能有三个体力上限的啊 只造成了 只用杀造成过三点伤害 好 现在我们又多了两个 大家要记住啊 这又是一个是吧 一共现在是六个了 六个了 然后这个方魂又摸了一张杀 只要七个了 我们可以达到七伤线了 这已经很不错了啊 如果左侍死了 哎呦 他还没死 但咱还有一个蓝蛮 吃到桃之后 蓝蛮一放啊 循玉再给我们补啊 这种蓝蛮造成的伤害 并不给我们增加这个眉影 但是补了一个伞 那就够了啊 我们用这个方魂 把伞当杀 使用还可以摸张牌 这还来了两个伞啊 爽手了 这不要用决斗啊 不要用决斗啊 当然决斗死了也行 反正用伞打张聊是一样的啊 刚才用伞打树蛮 还是比较爽 好 我们用伞打张聊 这是第八个了啊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变成八上线 八上线就是最高了啊 这个浮汉有限制的 最多为游戏人数啊 这是八任局 我们最高就是八上线 对吧 可惜 我们打得过嗨啊 四个反贼全死了 我们只能留三血 自己直接弃牌过了 但是你有助 那个木楼玛 在我们手上啊 这个巡游表示 我是累啊 已经不想再挣扎了 阿里斯内 你现在可以投降了啊 马上十十分钟一到啊 这个巡游就可以乖乖投降了啊 然后但是 虽然巡渝表示 过会在投降里 让我们看看武将啊 我们毕竟还没发动这个浮汉啊 来了 哎呀 我们直接换成了剑马操 看见没有八上线的剑马操啊 我们只加上线不加血啊 所以换成这个剑马操 这八上线就是个摆设 就大家看着爽一爽 可刚才那个太快啊 这里录像里面没有显示 我们是是拿五个武将中选择剑马操是吧 也可能是我的速度太快啊 你还是录像没有记录 反正我们看了五个武将 我们估计是没有梦霍的啊 只能选择了剑马操啊 感觉这契合度有点有点诡异 是吧 你说赵云跟那个 这个马云路的女儿 为什么那么爱梦霍呢 为什么那么喜欢变身为蓝蛮王呢 这是这 难道他身上还带了这个蓝蛮族的血统 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是吧 然后但是那个通过这一局录像啊 我也是纠正了我以前的一个错误观念 是吧 我以为是浮汉觉醒的时候 是一定是头上有几个梅影标记 你就你就最多是几上线 是吧 现在发现你把这个梅影标记不用斩啊 该用就用 直接把它浓胆的时候用出去啊 发动这个梅影 是吧 这样的话 你这气掉的梅影是也算的 这是比如说这把我们 就那个浮汉的时候 头上只有三个还是四个梅影标记 但是我们确实八上线啊 这就是赵香 这个武将的特点 好赵香是个祖宫是吧 那我们就接着放几个祖宫的录像啊 这回来了 回到了主流祖宫 孙奔啊 好 孙奔这个换好了皮肤 准备开场了 看看场上是什么样的情况的啊 会张银彩啊 武将强度比较高 是吧 曹瑞强度比较高啊 这个布莲斯的强度也比较高啊 寻玉的强度也比较高 是吧 这里 神将比较多啊 是相比之下 我们这位小白板就有点相形见处 是吧 好 张银彩很低调啊 孙奔菊就这样 夏侯敦也很低调 这个曹昂啊 给了我们一下 是吧 一般来说可以给他标个反 是吧 但是随时注意改啊 他是并不一定 是吧 好 这个曹瑞 这一连啊 应该也是跳的反 杀了一下布莲斯 起了一张伞 给张银彩爽一爽啊 布莲斯放了个陶渊结义 看看他要撸谁的牌吗 撸我们的牌 布莲斯也跳了一个反 顺了一下曹瑞 这个九杀曹瑞 咦 曹瑞给了曹瑞一个伞 保护了一下曹瑞 布莲斯 不知道为什么要九杀曹瑞啊 这都打的比较诡异啊 好 我们在贾许拆了夏侯敦啊 又拆了曹瑞啊 这看样子应该是忠诚啊 就是不拆咱主公是吧 好 看寻遇 布莲斯 我们给他贴的白贴了 寻遇是个钟啊 好 这个无懈可击 诶 寻遇是钟为什么要杀贾许啊 感觉这个孙奔的这个 这个局打的非常的诡异啊 这大家都 都打的有点莫名其妙啊 一个是这个布莲斯 一个是这个这个寻遇是吧 好 张云彩也判了一个枪 我杀也没干 夏侯敦也杀也没干 摸牌气排过啊 这场上行事不明 最好就摸牌气排过啊 曹瑞觉得他看清楚的身份啊 这是曹瑞跟布莲斯都是反啊 把这个解开了 好 曹瑞跟曹瑞刷刷牌 但是却没有发动这个名剑啊 好 布莲斯又撸了一下我们的夏侯敦啊 跳了一个大大的反贼啊 夏侯敦也跳了一个反 把这个牌还给布莲斯了是吧 好 我们看贾许来杀这个寻遇 寻遇中了之后给我们补了张牌 就开始乱舞 把自己给完杀了 这个内奸啊 看来是对寻遇比较有这个有怨恋 是吧 因为寻遇莫名其妙的砍了贾许一下 在贾许跳中的情况下啊 好 这寻遇现在被打成了一血了 我们这一下子少了一个内奸啊 就只剩了一个忠诚啊 张云彩好像无懈了啊 也跳了一个反 寻遇就不客气 驱虎张云彩打布莲斯了 我们摸牌棋牌过啊 一堆红砂够不着啊 受限于男人的长度是吧 我们作为一个真男人啊 这个长度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 张云彩路判一K点啊 只能杀一刀啊 杀一刀之后就只能那个棋牌过了 夏侯敦又是一个反的 看来除了我们跟徐云外 都是反的 还有一个钟 潜伏了啊 这个钟潜伏在哪里 我们是不太清楚的 个人觉得应该是在曹昂跟曹瑞中间 是吧 用布莲斯 虽然他第一轮有点诡异杀了一下曹瑞 但是他后面一直在跳反 看我们曹瑞是不是吃了一个桃子 咦 我们发现曹瑞是忠诚 他还把长的这个人王盾骗到手了 曹瑞以为要刷刷牌 给了这个曹瑞一下把人王盾 顶到了曹瑞身上 结果曹瑞路跳一忠诚 看样子 我们还是可以玩一玩的 毕竟曹瑞是 那个一开始装了一下 是吧 他夹在反队中间 这一小装 把这个贾徐给坑死了 当然 把贾徐坑死 还有一个原因是寻运的风骚 好 终于蓝人的长度来了 可惜啊 这一杀被散过了 我们这一杀之后 下次要再杀就比较难了 张一财 这个寒冰剑 把我们的长度又给下掉了 是吧 是是是 我们本来这个乐血 乐血沸腾 这有了长度 可以好好的 那个跟布莲斯 我们的这个 这个小姨子玩一玩 结果张一财 一个寒冰 两个寒冰 让我们顿时忍了下来 长度也就消失了 萎靡了下去 好 我们看这个曹昂这回 那个会不会再继续打曹瑞 曹瑞跳回来之后 马上就被路斯鲁给勒住了 又被冰住了 故意这一轮想发挥 比较难了 是吧 直接摸牌 好 布莲斯再继续撸 我们已经没牌撸了 要撸就只能撸曹瑞了 或者是撸这个曹昂的 在自己人之间撸来撸去 是吧 好 夏河敦 撸完之后又还给曹昂 就白白的 让布莲斯撸一撸摸摸牌 一收益 是吧 好 寻遇还是很犀利的 这一套组合拳 借你自首 与他一搏 就把布莲斯给搏掉 这如果不救的话 是瞬间八收益 曹昂是收三张牌 布莲斯在追忆这个夏河敦 又是一血三牌 同时夏河敦清减 但是张一财表示 布莲斯 这个小美人的 没动力下的收益 还是挺大的 是吧 好 结果我们神摸呀 真是神摸 摸了一个蓝曼路青 非常的犀利 这一只寻遇 啪了一下 又是武装牌 武装牌之后来了 又来了 这么多 是吧 是铁锁配铁锁 铁锁配铁锁 咱要烧一把摸 这是想了想 没有梅花 但是为了烧了爽 还是凉取了 咱可以直接烧自己 是吧 咱烧自己的结果 就是肯定能够命中 又被夏河敦给刚了一下 剩到了两血了 反正 倒了一个 就追忆了 小敦小敦有清减 这三只牌 目前来说 他要顶在头上 如果你选择了清减 你就得顶在头上 暂时是用不出去的 好 咱们开了一个蓝牌 你无蟹 咱还反无蟹 这不知道这三只牌里面 有没有桃子 是吧 好 这个刚烈 我们这还剩 这个一血 桃 桃月 漂亮 这直接一个灰兔 寻遇 给寻遇加了血 这给寻遇加血 寻遇又给我们 不拉牌 是吧 可惜我们已经出过杀了 好 这个我们既然已经成了两血 这个反贼就要来速推我们 本来的话 我们两血应该不怕推的 但是这位张云彩非常的霸气 告诉反贼不要怂 因为他打得到我们 夏侯敦也打得到我们 草昂也打得到我们 是吧 张云彩的想的是 可以这个反贼三点斩 把我们给砍死 扼杀在这个觉醒之前 可惜夏侯敦断杀 草昂也断杀 张云彩的内杀 就白白的送给我们觉醒了 是吧 接下来忠诚严动 我们肯定是觉醒了 但觉醒之后 我们还至少能回到两血 是吧 加上曹瑞 这个包养 回到两血 还可以存三张牌 还是相当舒服的 好 寻遇来了 这个过河拆桥 没拆成 好 终于拆成了 这个驱虎之后 希望不要被顶死 哎呀 夏侯敦的桃子给驱了 那说明夏侯敦手上是很 肯定还有一个桃子 那咱们就把夏侯敦了 还是给寻寻补补补牌 我们想一想 扒也扒不干净 这只能让他弃三张 还不如给寻寻补补牌 寻寻可以再呼回 一滴血 好 我们的张云丝毛来了 激昂了一下 再来激昂一下 这是在曹瑞的包养下的 是吧 好 再一个决斗 再次激昂 一回合三激昂 就问你怕不怕 哎 果然小阿敦那是个桃子 好 我们的蓝牌路心一放 这个张云丝应该挂了 哇去 反正吗 还有桃子 哎呀 这一缸我去完了 这回非常的危险 这一缸漂亮 正好缸子一个红 那这样的话 把我们的桃子给耗掉了 好在寻寻 这个武器也太关键了 否则咱这一把牌就都没了 是吧 我们想着 有一个桃子可以保着 曹瑞不死的 结果没想到 这个刚烈蓝 鹿钢一红色 把我们的桃子给耗掉了 好 这时候小阿敦一个九杀 杀巡逊没杀中 杀我们也是杀不中了 杀这个曹瑞 他是个雷杀 又杀不了 是吧 好 曹瑞来怒爆一菊花 小阿敦觉得没什么 搞头了 放弃了 毕竟反正都已经成了 这个熊样了 他也叫张云彩 投了吧 打不赢了 我们刚才一度非常凶险的情况 竟然打成了一把完胜 真是两个中神全都活着 这是标准的完胜 张云彩也这么挂了 只能说 熊玉这个忠诚是多么的恐怖 第一把造香也是靠着熊玉 那也是爆发 才能玩这么多次魅影 这一次我们在弹劲量绝的情况下 只要一个蓝蛮 一个蓝蛮改变命运 因为一个蓝蛮不光打了反贼的血 还让熊玉一下子给我们补牢5排 后面的游戏 只要有牌 你就有一切 我们就用牌 把反贼给推成了这个样子 最后获得了一场完胜 好看完了孙笨笨主公 再来一个孙翠翠族 是吧 孙翠翠就比他的哥哥更需要熊玉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老这样搞 这样的话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了 挂主公看忠诚了 是吧 哪能次次都靠熊玉呢 咱没有熊玉照样打 这时候大家知道我们场上是没有熊玉的 我们王鞠八后卫 搞八后卫猜一猜一杀 就是这么霸气 是吧 这就是赌博 孙权主公实际上 忠反脸不是那么好看 你说这种暴力进攻型的武将能不能当反贼 那肯定 孙翠翠就这么来的 但能不能当忠诚呢 当然可以了 传说中的大神就是要输出忠 没输出你当个毛的忠 是吧 好 我们的曹瑞挑了一个忠 虽然没有徐域 有曹瑞来给我们补牌 这时候一下子补了这么多 可以让我们多出一张纱 多存一张牌 这一个剑字当头 一个剑字当头 待会看我们来风骚 是吧 可惜曹瑞碰见一个化身轨道的作词 只能吞下刺刺盼黑的苦骨 好 这时候这个是我们的儿子 孙修 也挑了一个凡 忠会非常低调 没有动 是吧 好 孙修表示咱们不砍左磁 下面可能会有红牌 砍了也是白砍 是吧 好 春歌跳了一个忠 忠会跟越境就一中一反 忠会这个内肩点 有可能越境就真是反 咱们有可能搞对了 越境也真悲剧 一直没有发动技能 好 孙修被砍成了两血零牌 咱还是很有机会的 南湾路心 可惜没有寻遇 咦 我们发现没有 越境是忠诚 忠会就是反贼了 这个万剑齐发 把这个曹瑞给打死了 我们的忠诚 曹瑞就动了这么一轮 左磁这一个雷击 打了我们一血 还好 是吧 好 我们发现 这时候越境非常的霸气 一个方天九三杀 杀中了左磁 传导给这个孙修 掉了这个凉血 如果孙修没死被捞回来 这还要承受一下方天化奇的那个九杀 是吧 所以反正有桃子也是不会管的 好 看我们的 制衡了三个杀 开了一个蓝蛮 就是徐树交出了一个桃子 左磁又交了一个桃子 不要紧 咱长度还藏着裤子 然后挂上这个长度 虽然不是那么长 但是放倒你左磁是够了 左磁被搞死 咱还有一杀 虽然曹瑞已经阵亡了 但他的效果还停留在我们的头上 这就叫做什么 凌落城里脸座城 只有香如故 我们的忠诚已经凌落 已经被打死 但是他留下的这个清香依然在我们身上 好 现在变成了这个欢乐二月 春歌路跳一类间 我们的小小脆皮中 月静已经有点扛不住了 那就待会就打阻力反呗 谁怕谁呀 这个阻力反还有一个中会在 但是春歌专制各种不服务 是吧 好 因为月静已经带了节奏 已经把中会从两拳的威慑状态 打成了三拳的状态 那就不肯拿客气了 就是不要从直接上 是吧 好 我们想抓住机会干掉春歌 结果没有成功 中会这么觉醒了 这个给自己补了补牌 三血四排 好 月静继续搞中会 你反正都搞完牌了 是吧 咱压了一下血 没什么可怕的 好 这个月静 标准的 不管中会 绝不绝醒 卖不卖血 微不微色 咱就是对着你一顿猛打 迟早把你给摁死 然后这个月静把自己打空 拿他回合外的技能就废了 是吧 我看这个忠诚能不能坚持到 能够能不能坚持的跟我们 陪我们走到底 好 这个伞是可以伞的 我们可能为了多留一张牌 因为春歌不会打你 你这个伞中会的杀已经出过了 已经没必要再留着了 但是我们待会为了多制衡一张 也是说的过去的 是吧 好 这一制衡把这个伞给制衡掉了 这来了连弩 我们的意义就来了 是吧 这一个绞杀 看看能不能把中会给杀死 还真死了 还真的死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又挂上一个加一 可惜春歌的持用剑还在手上 如果打死我们的忠诚的话 这个持用剑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搞掉 是吧 再把捡一码搞掉 然后就可以慢慢玩了 好 现在进入了2v1 2v1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可以的 是吧 这个忠诚应该能跟我们坚持 那个拖很多时间 好 这时候这个虽然有八卦阵 但藤甲更好 咱是对付春歌 是吧 对付春歌 没有比藤甲的更爽的东西了 八卦阵只能挡一半的杀 这个藤甲可以挡 这个多少的杀 四张杀 好像只有四张属性杀 可以挡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哎呦 我们结果把藤甲给制衡掉了 哎呀 这刚刚夸了一句 这藤甲怎么能随便制衡呢 这对付春歌是绝对的神器 好 我们看看 儿子回来了 这儿子一回来就有点吵 不过表情 应该这局已经快进入尾声 看看待会搞死春歌 就是时间问题了 春歌成了这个状态 单挑已经没戏了 何况我们的终神还有三血 好 孙翠翠拿下了这场胜利 是吧 大家听见呆哩呆哩的 把儿子回了 好 最后一局又回到了我们的P公子 是吧 P公子再次登场 看看场上有没有明反脸 我关心的张春华呀 什么借马超呀 借周瑜呀 板宠啊 有没有 有 一个都没有 是吧 一个都没有 那这个蔡文姬就是最像反财了 是吧 我们就把蔡文姬捆帮play 这个借黄盖 为什么老是在潮皮组躺枪 咱们不懂 反正连起来 我已经看到多 n多个潮皮组 上来忙借黄盖了 是吧 也不知道是哪个大神规定的 好 我们把手牌打到零 把菊花露出来 这盾主就是这么霸气 但如果真要被速推的话 还是有点危险 但我们仗着连对了二号位跟三号位 如果这两个都是反贼的话 估计是没戏了 都是忠诚的话 也算是保护他们 是吧 他们没跳身份 张辽都不敢偷他们 和那个张辽估计也不会偷 好 因为张辽没有偷 张辽没有动 张辽就跳出了第一个身份 常常的第一个忠诚 然后他一跳就参照物了 王姬马上就跟着跳了一个凡 那么第二轮开始 腥风雪雨就要来了 蔡文姬没动 没有跳身份 我们坐等看戏 说了这轮腥风雪雨就要开始了 王盖没有顺我们 打的是反贼 是忠诚 然后蔡文姬 替王姬反悲歌也是 不是 是反贼 两个反 两个忠都已经出来了 树上香 这一吃又跳了一个忠诚 是吧 看来我们上来连乐了两个忠 但是连乐了两个忠 没有关系 你看乐他们没有动之后 躲过了张辽的头 是吧 张辽估计有杀 估计也没有杀 好 这时候身份跳完了 张辽就开始偷了 张辽最怕被手牌被压制 这下子有张辽在 估计被压制的非常的残 哎呀这个火宫亮出了桃子 露出了好货色 结果这个桃子肯定是守不得扔的 你不要告诉我 你扔桃子去偷别人两张牌 那就麻烦了 好 这桃子一吃就有香香在 绝对是要吃的 好 但是因为这样一个行动 他也失去了罗八卦阵的机会 只能咬着牙去打四血的张辽 结果发现张辽居然没闪 好 王贵把我们的白云狮子给扒了 然后有一个禁区 但是还是弃了一张牌 没有达到无损禁区 好 蔡文基吃了一个桃 我们还可以给蔡文基一下 他如果要背个A 那不用了 他可以把他顺过来 他连背歌都背不了 忘记了 这个主角打得眼观六路 比我眼睛的地方多 是吧 这个忠诚黄盖被热了 好 蔡文基居然用 是用这个祖格连堵 背歌 背歌了一个红桃 这个蓝盟露青 咱们正好把张辽翻了 我真奇怪 黄盖为什么不热前卫张辽 他可能一个是觉得 这个姜维学少排多 第二个他有蓝盘 那就确实应该热这个姜维了 因为我们可以把张辽给翻了 是吧 好 黄盖这回给力 把这蓝鸡给吃了 但我总觉得曹皮 如果我们曹皮来吃 蔡文基是应该更加 这个嘎嘣脆一点 是吧 让我黄盖吃 就能有点 有点麻烦 毕竟这样的一个强势的技能 就这么没了 我们虽然翻面 也是一个强势技能 但是在残局的时候 这个放逐行伤 在残局的这个威力 就没有那么猛了 尤其在单挑的时候 没有那么猛了 是吧 好 我们看现在已经进入了六人局 我们内奸自然 还是我们一波的 张辽已经多次 暴露没闪 在一个九杂拍下去 拍死了之后 进入五人局 这一个收尸 这个桃子一吃又达到了满血 开了个无故风筝 咱们中类先选 反贼最后选 希望你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香香就是内奸了 毕竟黄盖连那个蔡文基都吃了 咱们应该可以给予他一定的信任 好 这个闪电希望不要随便批 要批就批反贼 好 这一个雷沙把链子解了 这样的话 批反贼也不能一批批两了 好 香香故意要跳泪了吧 这个无故风筝就已经非常向内了 这回是反贼先选 我们祖宗后选 这个无中生游 感觉黄盖要玩的节奏 这香香很霸气的样子 变成了一个四血两装备的消机 这种状态下咱们打不赢了 单挑肯定是打不赢的 咱们肯定是要 单挑之前要尽情的 要削弱一下香香 否则不能随便进单挑的 好 我们看这个闪电居然到我们头上来了 要跟我们决斗了 我们就把香香给翻了 他在前面动 我还想争取收姜维 结果王给放了一个蓝门鲁钦 那这样的话江维的人头就落到王鸡手里 我们进入欢乐Aria 这个欢乐Aria里面 我们这个中只能靠荣王盾 估计也不一定能够活得太久 好 我们这时候把黄盖给翻了 是吧 反正他的现在每回合也动 也是一个白板 白板你摸两张牌 下次再动 估计也是一样的 好 把这个王鸡的牌这么一搞 把冠石斧给扔了 估计怕冠石斧落在别人手里 好 说过 这个旗帜对别人用的时候 就是零收益有时候你对队友用 把队友的好牌扒了 给他一张烂牌 对敌人用把敌人的好牌 烂牌扒了给一张好牌 刚才我们就是标准的 这个旗帜零收益的一个 这个副收益的那一面体现出来了 好 这个万剑咱肯定是把王鸡给翻了 让他扫动一轮 但王鸡这么腿一轮的话 他下次的这个旗帜进去 就会比较犀利 好 我们这一个活攻 直接对香香搞这个闪 守不得用 怕出事 这一个杀 蓝蛮估计留着 这有凉血 反正也是这个牌不易出 好 香香把他 我们把香香的木鲁油码给拆了 这如果不主动拆的话 他也不 我们不拆的话 他也能主动给移过去 尤其是移过去之后 还能养肥反肥 咱们就不管那么多了 我们的忠诚 这个人王盾还是非常稳 香香为了消机 把破人王的神器 长八神毛给弄掉 好 那我们现在是三排 王鸡也没有翻这个 也没有搞这个人王盾 咱们直接又把黄盖给翻了 然后拿一个巨手 你反正已经成这个样子了 你反正就是个白板 我们让你多一个超人的技能 应该是没有错的 蓝蛮估计 我们本来想续的 看样子已经续不了了 我们已经被压到了 这个一血一排 还是比较危险的 这个杀 好 这个王鸡 八香香的诸葛连弩 也是无赖之举 怕香香爆发 否则的话 这种情况下 你要瞄阻 你八香香的连弩 容易给他戳桃子 大家看见没有 我们的神器来了 这个香香的梅花连弩 被扒 我们来了一个方片连弩 这就是我们翻盘的神器 但是我们留给我们的时间 也不多了 我们因为没有存牌空间 没法存牌 这一下子还要装香香的桃子 桃子来了 把香香一翻 拼了 不翻也可以 翻也行 因为这个翻的话 这个牌肯定是你形伤不了的 你肯定是先打掉王鸡 这些牌就迟早会被香香给运用掉 好 我们来把王鸡给突死这一个火杀 让香香掉凉血 好 香香还出了一个桃子 你把桃子给反贼 让我们用普通杀来杀王鸡 把香香的桃子给炸出来 这个不得已 再用一张雷杀杀了王鸡 哎呀 这神奇 来了一个火杀 是吧 这一下子把香香给带飞了 这个火杀来的非常的及时 香香也是悲剧 这么多牌 论是没有多余的桃子 两个桃子都未给了反贼 把自己给搞死了 看看他 什么牌 哎呦 他还是很暴力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一轮清场的话 下一轮估计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们的运气还是很不错的 曹丕 主公成败两连辱 生死一类奸 这局体现的非常不错 好 这期录像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后面看看三国 好 我们来接着砍诸葛亮的北伐 这次讲第四次北伐 为什么这里展示的是司马懿呢 因为终于在第四次北伐的时候 苏格亮跟司马懿交上手了 之前三次都是跟曹征在交手 尤其是曹征还搞了一次法属 也是曹征领衔的 这个时候第四次北伐是231年的春天 曹征已经病到不行了 同年的四月份就撬辫子了 是吧 所以他已经无力再跟诸葛亮对抗了 司马懿就接替了曹征 成了大将军 所以终于司马懿跟诸葛亮 这两个宿命之敌的对上演了 我们还是继续来看看地图 把地形还是打开 是吧 这次诸葛亮又是出兵的齐山 那个三国演义说 苏格亮六出齐山是错的 刚才经过我的讲解 大家已经看见了 其实诸葛亮只有五次北伐 而且只有两次出齐山 第一次北伐跟第四次北伐 这次出了齐山之后 马上魏国就产生 就会有反应 让司马懿去打退 诸葛亮 曹征已经病得不行了 司马懿在长安 这里 这是魏国的西京 这是曹瑞 让司马懿从长安出兵 然后都张和 郭槐 什么戴玲 废药 都是让司马懿管 张和也是从长安出兵 这俩 司马懿跟张和出兵的时候 张和有想法 他觉得司马懿应该分兵 在梅县 跟这个雍县 做点防守 因为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就玩了这招 然后他是同时几路出来 第一次北伐是自己出齐山 让赵云是出了梅县这里 从邪谷这里出来的 张和认为诸葛亮还会这么玩 让司马懿在这两个地方防一下 显然在雍县是防诸葛亮 从陈昌这里出来 陈昌顾到出来 梅县是防诸葛亮 还是从邪谷到 宝邪到出来 司马懿没有听张和的 觉得诸葛亮我们最好不要分兵 就直接就跟诸葛亮在齐山干 也觉得诸葛亮上次分兵也是宜兵 应该不会有阻力从这两边倒出来的 于是司马懿跟张和到了 这个叫做鱼弥 鱼弥这个位置 现在的千阳县 这里 然后听说了 诸葛亮已经开始进攻上轨了 诸葛亮知道司马懿要来了 去打上轨 上轨这里有小麦 还可以收割 这个时候罗生门就来了 按照对诸葛亮有利的版本 汉静春秋的记载 诸葛亮是成功的在这个地方 把打败了郭怀跟飞耀 把上轨的麦子给割了 这是汉静春秋的版本 然后根据魏叔这个版本 是这里的麦子被保护起来了 因为曹瑞坚决的支持司马懿 给司马懿派了很多兵 把这里的麦子保护起来 同时这里的麦子也作为这次出兵的军粮 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两个版本哪个是真的呢 咱们也不知道个人倾向于诸葛亮的版本比较正确 因为根据郭怀的传记 这一次抵抗诸葛亮的粮草是不够的 他要郭怀去敲诈当地的这些少数民族 羌族跟低族才积累了粮食 所以个人倾向于诸葛亮的 看进春秋的版本是正确一些的 为什么我提到罗生门呢 因为这次北伐的罗生门可多了 这次是第一个罗生门 后面还有更大的罗生门 好我们先谈到司马懿在这里 听说诸葛亮进军上轨 立刻昼夜兼行 采取急行军去救上轨 然后张和根据张和的传记 张和又跑到接艇这来了 就是这个略阳县这个位置 是吧 就感觉张和又是跟诸葛亮司马懿的想法 又有不同 张和还是认为诸葛亮会分兵 因为第一次北伐的时候 然后诸葛亮确实又派马术去守接艇 是吧 张和这次跑到这去了 那么司马懿就直奔上轨了 然后诸葛亮打败了郭怀跟飞要割了麦子之后 在上轨的东边碰见了司马懿 这下时候两边都僵持住了 因为司马懿是急行军 估计只有跑了快人先到了 所以不敢冒兰开仗 而且跑了也比较累 然后诸葛亮也不知道司马懿的援军来了多少 也比较谨慎 在上轨这个地方两边对峙了一下 然后司马懿的援军慢慢的集结起来 诸葛亮就觉得这个位置不适合开战 就是就开始车退 车到了这个鲁城这个地方 离齐山比较近的位置 在这种地形的时候 诸葛亮觉得可以了 准备跟司马懿干一仗 然后司马懿又觉得不行了 司马懿跟着诸葛亮到了鲁城 发现这个地形对诸葛亮有利 司马懿他就不想出战了 要跟诸葛亮对号 这种对号的打法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我在砍刘备夷林之战的时候说过 陆迅就用这种打法 把刘备给耗的 那个是进不得退不得 是吧 然后刘备本来就是想引诱陆迅来进攻 他是因为你在敌人的地界里面 站着敌人的地盘 对敌人叫骂 很容易让敌人厚得不住的 司马懿确实他厚得住 但他手下的将就厚得不住了 尤其是在朝真礼贤的时候 每次都是跟诸葛亮正面交锋 还是次次都能把诸葛亮给打回去 因为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第一次北伐诸葛亮是惨败的 在朝真礼贤的时候 第一次北伐是惨败诸葛亮 第二次北伐是在陈昌那个地方 好招也防住了诸葛亮 然后第三次北伐的五都音频 那就没啥了 因为没有什么正面的交锋 所以这次第四次都换了司马懿领先 他想玩陆逊那招 那是很困难的 因为他手下的将领不干 我们跟着曹将军的时候是多么牛逼 哪会怕诸葛亮呢 直接跟他吊打 你现在换了你司马懿领军 你就玩这招 让司马懿诸葛亮站着我们的鲁城 在这里叫骂里头不敢出战 那怎么行呢 所以司马懿终究还是没有金柱 他手下的骨刀跟诸葛亮干了一仗 这一仗干出来 那个罗生门就大了 你就看见春秋的版本说 那个诸葛亮转大法了 然后禁书的版本 司马懿的转经说 司马懿转大法了 到底哪种说法比较接近真实情况呢 我们下期再看